这个咋卖的 这个最低一帮文钱 多少钱 一万 关注鬼头 带你看东北四省真实房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辽宁省辅新市 那么在我身旁 有一些粉丝 他也是通过视频找到了我 说他家在这有一个房子要出售 是吧 对 这个小区叫什么名 新园小区 那个辅新新园小区挺火呀 拍好几期视频 都是新园小区 我也知道 挺多人也都知道 复兴新新园小区 房子比较便宜 你这是直接欠两个方面来的 对 对 咋先找到我了呢 我通过视频看着的 是不是因为我不收费 对对 行走看看吧 那一个楼这边的都十多年了 这边十多年了 对 这个呢 这边立成岩子很近 卖它干啥呀 滑油的不给跟钱 然后留这些房子也没有用 你们这全是冻钱时候分的 对 都是冻钱房 让你太多了 要你太多 好几户 都给贺嘎人似的 手里没几套房子都不敢称为贺嘎人 现在附近也一样 你们这块就是不住的话 报庭取暖费交吗 报庭的话取暖费也不交 一万钱都不交 物业费多钱一瓶 五瓦 物业费五瓦钱一瓶 你觉得这边边上最后一趟了吗 我还往里走好像有两亭似的 那边是公园啊 什么公园啊 水畅公园啊 这是几楼 四楼 这应该是三十多瓶吧 四十多瓶 多瓶这瓦 四十点五 四十点五啊 嗯 算了这么小呢 你们这边啊 嗯 对 一十 四楼 一十一挺 一十一挺 对 这也多钱 最低三万三 这咯 嗯 三万三 嗯 少三万三不行了呗 对 这是最便宜的那楼 四楼 六楼顶 对吧 嗯 好 原来从哪里房子多便宜 那个呢 呃 一个这个铁吧 那也有个铁 嗯 嗯 走看上去吧 走吧 嗯 这市场人挺多呀 真的 今天就都卖铁 二楼 没多点了吧 真是好大的 真是好大的 好大的 这是几楼 六楼 六楼 这屋多长时间没注意的 早点跑 这屋真小 这是松仰类 这是松仰类 这多瓶? 40多两 一个卧室 对,一个卧室一庭 一个庭,一个阳台 你也卫生间 卫生间拍了吗? 卫生间还行 这个卧室也不行 这个卧室 四十多点 就是四十零点 不到四十一 这个咋卖的? 这个最低一万块钱 多少钱? 一万 这个? 就一万块钱 卧室还管? 卧室? 一万块钱还卧室? 卧室都包裹在内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卧室都包裹在内 行了 我不跟你讲了 刚才咱们听见了吗? 哎呀 咋说呢? 评论区 你们闹吧 行吗? 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评论 复兴市 这小格局 属于松仰华 咱们这期复兴探访 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 你好 咱家那个松仰山市四方台区 那个惠敏小区有房卖啊? 有一个 我那什么 最近就一万一米 再不能那太低了 你这房我百分之百要了 客厅真大了 关注鬼头带你看东北四省真是房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松仰山市的四方台区 那么呢在我身后呢有个小区叫惠敏小区 今天呢咱们将走访一下这里的真实房价 听说这里的房子非常非常便宜 特港的房价在它面前都是小屋见大屋 跟着我的镜头 来吧 好了 小区内的环境咱们看看 后边就是闪了 空气非常非常好 别来咱们回车上打两个电话 好了 别来咱们打两个电话 看看它这是多少钱 喂 你好 你好 咱家那个松仰山市四方台区 那个惠敏小区有房卖啊? 有一个 六楼是不是啊? 六楼啊 咱家这多少瓶? 六十四点多 差点六十五 毛皮啊 那个没装啥子 就是那个裸吧 有洗手盆都有 我是诚心想买 你咋卖的? 我是 那什么 最近就一万一 再不能再低了 我那里头有个 那个购那个一千多块钱 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保证金钱 就是说里边那个招修熟 不动的里边那个东西完了 大姐你再说一遍 我没钱行 多少钱? 房价最近就一万一了 不能再便宜了吗? 不能再便宜了 我那里是交押金 我还交了一千多呢 嗯 那个一千多到时候 你装完修以后 里边过里 洞财完了 他那个钱还还赚给你 大产权的啊? 现在有房财吗? 现在房财都没下来呢 房财下来 完了谁买就 就直接贴他们 这啥都交完了 一提几户? 两户 一楼两户 南美是南美通透吗? 南美通透 一万一 过户扎啊 他说那什么过户扎 完了我给我打电话 我去就接 该怎么缅着行 我看一下房行吗? 完了我看看 我直接看看能能定下来 大姐你来一趟吧 行吗? 你来一趟我进屋看看 然后你这房我百分之百要了 那现在我等你了哦 我的妈呀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说啥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的心情是激动啊 还是什么 就有一种莫名其妙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拍房价很长时间了 黑龙江省吉林辽宁都走过 没见过这么便宜的 我现在心情无比沉重 房子为什么会这样 你们评论吧 行吗? 把你们的评论 把你们的观点 打在公屏上 好吗? 关注鬼头带你看东北四省真是房价 现在镜头前的你们做何感想 拜托给鬼头留个关注 然后呢 他来了咱们去看吧 来了 喂?来了是吧?好的好的 三大远啊 哎呀 哎呀这墙那个颜色不错 这大客厅真大呀 这组大暖七 看看楼下 哎呀这是个楼上 看整个 小区 我这过来 我这过来 第一个地方 这是洗手间 过来之后 这是一个卧庭 卧室 然后呢 这边是 主卧 这个4.52 111 是不是啊? 嗯 就是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房子啊 这屋页我拿过一趟 有人吗? 有人 一个女的 6号楼 三大远 601 嗯 完事 来了大姐 拿车进去 还有高低手 对吧 哈哈哈 非常满意 好了 那就摟了 好了 一个人在这边 就吃不了多少 这边这个 这个小区这个绿化啥的也挺好 为什么想处理掉 不想在这儿避熟了 关注鬼头 带你看真实法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 赫港是新安区 广东过来的 广东过来的 但是在赫港 生活多长时间了 快到秋天的时候过来的 去年就过来了 对 在咱们身后有个小区 叫吉星家园 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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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周围的买菜啥的 生活条件方不方便 方便 而且东西好便宜的 广东哪里 广东这个云福 然后现在想把这个房子出手 对 跟着我的镜头 来吧 好吧 咱们是人行行道 封闭道路 安全拍摄 买东西也方便 就是给你的感觉 赫港咋样呢 这有啥说啥 咱们不是说 这里边要的就是这事 第一个呢就是 确确实实下面很凉快 那个日上三竿的时候 大正午的时候去晒太阳 他说不觉得那个太阳烫人 不烫人 你知道南方的那个太阳 就烧皮肤 烧皮肤 疼 晒就会疼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物价 真的是非常便宜 一年在那里买的猪肉 是六块钱一斤 去年 然后呢我就熏了 淹了好多肉寄回去 给我女儿 而且他们那里就贵了 卖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年轻人嘛 总觉得大城市好 他说他等他退休了 他就过来 这边这个小区这个绿化啥的也挺好 我们那个旁边又新修了一个公园 好漂亮的一个公园 我领头吧 来吧 一提三五的 对 这入住率还挺高呢 您今天多少次烙了 五十 五烙 六楼点了 一进来是个客厅 这属于三洋吧 对 把电视帮去一下一点 对 你看 在这做饭呗 对 那就是公园 那就是公园 对 你看 多好 你这洗手间还够用呢 可以 挺好的 多平 六十一点三 六十一点三 对 哪里是主啊 这个是主啊 这个是主啊 装完多少时间了 是你进来装的 还是你买的 还是装完的 我买的就是装完的 你买的是装完的 对 能看见没 这是个人家装的 不是总介装 然后这是一个 侧卧 有个小床 是 冰箱都侧卧了 冰箱原来是放到这个 我就嫌它太高 我喜欢就是 宽宽长长的 没让你面担空调呢 它不热呀 不热像南方人过来 习惯不得得起 我得担个空调吧 你热 没有啊 来吧 都还没热呢 嗯 嗯 就是入入满五年了 可以买卖 可以买卖呢 就是碎点比较大 去年 前年 前年 你买钱多少钱 嗯 十一万五 十一万五 就是包括屋里所有东西 这都不是你的 这都是它的 这都是它的 它除了这个 那个锅炮盘以外 没有其他都给你 都给你留下了 几万块钱一个 那几万块钱一个 你干啥过来买一个 十一万五的 我看的话那些我都不喜欢 嗯 为什么想处理掉 不想在这避暑了 嗯 因为我看到你那个上面 有个290的那个别墅 我觉得挺好的 我想去上那个房子 哈哈哈 你先把这个处理掉 然后上290农场 要那个别墅 你还记得我290农场那个别墅 多少钱一个 十二万吗 十二万一个 十二万一个 你打算把这些处理 那小天点 就把那个别墅买了一个 然后自己再做 你打算卖多钱呢 是这样子的吧 就是我今天就是八拉六 八拉六给他卖了 嗯 就是 除了灌瓢盆这些什么 背入这些东西我带着 其他的我都不带 什么沙发啦 电视啦 这个是笔线 嗯 在评论区留见你们的评论 好了 咱们这期客港菜房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 是你要卖房子 对 是房主吗 我妹妹的房子 你妹妹的房子 对对 关注鬼头 带你看东北四省真实房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的东安区 那么在我身后呢 有一个去年的新洛城的小区 叫保丽江山岳 有一位粉丝啊通过视频找到了我 说他家呢在这有一个房子要出售啊 咱们看看在牡丹江市 这样的小区是什么价格呢 跟着我的镜头 来吧 然后呢看一刚进入小区啊 这有一个水池啊 整体呢感觉这个小区挺大气 通过我这个一路走过来啊 咱们就是能大体的看一下啊 这个小区内的设施 跟这个绿化 就这个单元到了啊 咱们这个房主啊 就在这个楼上 这个呢是目前为止啊 是牡丹江是 可以说是最贵的一个小区了 那么呢这边这个楼呢 是这个是二起 咱们看看啊 房主他说是装修完的装修什么样 哎 你好 哎 你好 哎 是你要卖房子 是房主吗 我妹妹房子 你妹妹的房子 首先呢这个房间呢 他一进门啊 从这看见 这个对着这个一进门 这是应该是一个什么卧室啊 老人房现在是 现在是一个老人房 对 哎呀 搁这看窗外挺带劲的 整个这个小区 十七也比较好 给我感觉这个房这个屋怎么这么像亚本家呢 因为这个像我们正常是做这个 我是做桂桑梨的 你是做桂桑梨的 对 做桂桑梨的 对 然后呢也是最开始要打算自己做来的 这是什么 就装完这种压板间 这块是打算自己做来的 对对对 不提的情况下 这孩子现在从这块也不能认识 对 那现在这个房子在谁的名下 在妹妹的名下 对 他这是 反正就是压板间来讲 我看他这些东西用的还可以 都是 这个是金牌的 对 一体厨具 对 是一体的 但是不贵 都是一体厨具 一体厨具 然后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就是 谁买的东西全带 那就是什么 都卖着都对 多少平这屋 140 140 140亿 对 对 客厅还行 挺大 好 看看 河边进来 侧卧 这是一个侧卧 其实我说句最实在的话 一看进屋 我一眼就能看出它是压板间 啥意思啊 床比较短 为了凸显屋内的空间大 这个满是满不了 然后洗手间 应该 该是隔离 这能拿它 这有间这带个窗 这是啥意思啊 一帽间呢 特意设这个一帽间 140平使用面积大概在100平 100多 100几平吧 对 不到间 一帽子 主卧在这呢 对 主卧这带着独立卫生间 这块 这不是 主卧这个独立卫生间窗户挺大 这个是唯一的特点是撒个卧室 然后客厅还足够大 两个洗手间 捞点正题吧 188 最开始的时候是200 我就知道我妹妹就是说价格都是200 不能再便宜了 对 少一份不行了是吗 对 多钱一瓶盒 1万后面全是三一瓶 那在牡丹江来讲 这个房价 这是目前来讲 我见过的 他说虽然说我见的可能是少点了 我见过的最高房价 但是是 是说从房价人来讲 但是咱们从装修上来讲的情况下 装修这块橱柜到磁转 全都是诺贝尔的大转 这个是 咱们看到了 这900千米里巴的大转 对 然后橱柜金牌的 包括沙发餐桌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 都祝福别更多好 这楼上楼下多少瓶啊 哎呦哎呦 哎呦 这晒一下太阳嘛 你看这个外边 这个景色这么好 我这暖和真带劲你这地方 下期这全是素 关注鬼头 带你看东北四省真实房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 黑龙江省鹤岗市 隋岭县的290农场 那么在我身后呢 有一片别墅小区 在我身旁呢 有一位粉丝啊 通过视频找到了我 说参加呢 在这有一个别墅 要处理 对吧 对 然后呢 关注我多久了 关注很久了 对啊 就是咱们整个这个小区建几年了 这个小区建了 哎呦 这有 嗯 这七八年了吧 有七八年了 嗯 走 那还有一个大标志 啊 均墓第一 第一名 啊 我看很多农场都整这些那个 别墅 就很多农场都整不住 是 这户物别墅多好呢 我头一段时间拍过一起你们这儿的视频 他家的房子确实就挺好的 嗯 但是我不知道你装修房啥样 我忘了那是几十几号的 我忘了那是几十几号的 只有几公里的距离啊 最后夏天吃那个姜鱼特别的没法 哎呦 哎 啊 整个就是整个这屋全打通了 对 整个全打通了 反正车护一个 车护一个 车护一个病 啊 这就是厨房 啊 直接搁这就做饭了 现在不都行这样了吧 这睡觉也老差 对对 上楼看看 啊 啊 楼上的格局都 这几个地方楼上格局差不多 啊 这小厅也挺干净的 楼上一个小厅 啊 呃 我是 这个是次货 对 对 这都可以 是我 都可以 老了孩子 都够 都够局势啊 够用啊 你这就装 这个不就装了吗 这个 对 还这么热呢 这里边 不热 这太阳一看这里很热 这个会享受啊 这个 这晚上 这碗里边一躺 都舒服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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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一下太阳嘛 你看这个外边 这个景色这么好啊 这暖湖的 真带进这里 夏天真是全是树 啊 这是啊 这是啊 这屋整个是塔塔米 嗯 这是啊 这屋整个是塔塔米 这个这是享受生活啊 那是塔塔米多好 这匹床底下多了 那可是 嗯 能加热啊 嗯 关键是 这屋的 别看简单 但是装的感觉就是舒服 不一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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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桶 这 这真泡啊 没事跟你泡 啊 啊 还带个窗啊 大浴盆 大浴盆 行 真不错 那是正题吧 做这就行 还是 真挺到位 这是农场统一的功能 嗯 过路就点钱嘛 嗯 嗯 这个房子咋也看了 你看看嘛 嗯 我的视频你要是看过的话 你就知道这句话应该咋说 就是手足的钱不能卖 呵呵 就死了回来啊 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嗯 25 25 嗯 啥都啥你 过库啥你都包的 是那意思不 啥都我 对 嗯 行啊 咱们听见了吗 看看在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装修啊 上下楼的小别墅 带车库 25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在评论区留言里面 你们的评论 好了 咱们这期探访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 我妈脑出写后一阵 我跟姑娘去青岛去不了 啊 这个是个大文件 嗯 关注鬼头 带你看东北四省真实房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华建市 什么村大姐 新农村 京家村平安一世 这位大姐呢也是通过视频找到了我 说她家在这个村子啊 有个房子要出售 我敢保证这个房子绝对是你们看农村房子的最顶级的房子 今天我就带你们开开眼 跟着我的镜头 来吧 看看她卖多少钱 到底什么样呢 月儿明风封尔静 树叶这窗铃铛 美丽庭院 我看这个小趴 嗯 这大门也挺带劲的 大门也挺带劲的 这窗还能做炖菜啥的 这窗这边有一个很简单 这是干啥干啥 开卖点 行 这窗这窗能 这窗这窗是锅楼房 这是锅楼房 这窗还有个大窗能炖菜 里边有大窗 这窗能炖菜 能炖肉炖菜 这有木头有棒 有柴火 嗯 大姐这啥意思 建缸吗 建缸对 大建缸吗 建缸 在咱们东北农村才能看见 你看咱家这个景也好 你知道吧 人家说的那 那上边你看有个桥吗 那有个蓝河瓦 人家说的这所有的材 全能截住 咱家这个地方就这么好 你看那个桥 那高的就是一个桥 那个桥一旁边 对啊 然后对面这也是一条小河 是不是 对对面是个小河 外边还有个旱厕 啊 啊 改这能下去啊 你是不是你家还有地啊 我家有一桩 你按你地上去 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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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都带了 那个镜 哎呦去 改这块这个景真带劲呢 太阳 这里边 哎呀 这里边为什么这么暖呢 太阳头就暖了呗 哎呀 这有只大公鸡啊 啊 这半把劈的就像鸭 哈哈哈 行啊 大姐啊 进屋看看吧 啊 走进屋看看吧 这个景你知道吧 咱家这个景是深水景 打60米深的 没有 啊 这个是个景啊 里头有泡吗 有啊 那现在是吃这水呢 里头全是生猪盐 走吧 进屋看看吧 哎呦 哎呦去 哦 给哪进呢 这蒙了给哪走 你那爷爷在管看呢 这是从这屋揉 这屋是三天 不是 是 这屋是餐厅啊 这屋是餐厅 这屋是厨房 啊 这是厨房 嗯 冰箱 我吃饭在这儿 冰箱 还要打算给哪 还要打算给哪 还要打算呢 有 啥都有 哎呀 这屋是啥意思啊 这屋是干啥的 打算呢 这屋我们也先在这屋玩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啥也没干 完了 这个是个大卫生间 啊 这个是个大卫生间 嘛 嗯 嗯 坐边 啊 两个坐边 这么一个坐边 一个坐边 好使吗 都好使 然后 这个是个电热炕 电热炕 所以那边就插那边的电 所以这边就插这边的电 啊 这还有个空调 啊 有空调 那屋有空调吗 那屋都没有空调 哦 这屋有空调 嗯 啊 这屋叫塔塔米 是不是啊 对 这呢 这个是个客厅 这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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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陪我打个打麻将啊 没有人没意思啊 这个电视大点 哇 这电视也够大呀 嗯 你这屋 你这屋 还看哪个屋 这个是个小卧室 这个是 我儿子在这种饭工的 这是个小卧室 这个是啥一个屋 啊 这有一个 这屋干啥用呢 这个屋以前我们麻将冰就在这屋 小洞开一个门到那屋去了 嗯 嗯 这个 这个是一个卧室 啊 这又一个卧室 嗯 这等同事价格 差不多了 你看 这是个卧室 然后这个是宝宝房间 那卧室 哪个卧室都有个电视啊 都有 这是宝宝房间 棚顶是这样的 大宝房间 咱家屋都有电视 你看这电视全是大的 你看 这个没有客厅的那个大 好像是 客厅的多大呀 客厅那是多大的 70的吧 是吗 嗯 完了这中间还有一个小的 这个应该是整个这个屋的主卧了 也不算是主卧 这屋还有一个小卫生间 像那个箱 这小卫生间的嘛 你看 对 你看那灯 哎呦 我这卧室的灯也挺带劲的 是 小卫生间你自己的房子 嗯 这个是个小卫生间 带有个宝宝银船 你看看 真的 这个卧室带有卫生间 嗯 这屋也带洗澡的呢 你看 你这房子盖钱花多钱啊 哎呀 人家就都算啊 花了一百七八十万 哎呦 天 那你啥意思啊 你不打算给这住了 不打算给这住了 那这房子送了一个人呢 送两个宝宝 姑娘不在这儿 姑娘工作人在青岛 啊 哎呀 来吧大姐 落点正题吧 啊 打算跟姑娘去啊 还是什么呢 嗯 喜欢该领啊 嗯 要孩子算一年低了 当孩子学习嘛 嗯 那这么 有点下雨啊 下雪啊 刮风了 孩子就放假 这个这屋是多少平一共 一共三八十八平 房本上呢 房本上就写的三百平 房本上就写的三百平 嗯 孩子的 姑娘的孩子 姑娘的孩子 就一个姑娘 就一个女儿 就一个女儿 嗯 啊 你帮她伺候孩子 嗯 那这个房子 你就是拎包就走吧 屋里所有东西都不要 行 哈哈哈 真吵呢 咱东北人老科就是直接爽快 就是快 没有那些拐弯抹角 不会 不会拐弯抹角 从小子没学会 花了一百七八十万呢 嗯 整那全是垫的 从底下一直到顶 就是这个房 包括就是这个地基哈 嗯 各个房间的地基都是从底下起来的 这是低热吗 咱家 就比如说 现在你这个这么大的房子 都供暖的问题最不好解决 我看你每个房间都配那个空调了 对 然后除了空调咱家 解决就是低热吧 我还没看到暖气呀 没有暖气呀 它就是一烧 它地底都热的呀 啊 就是一年供暖这一块的 烧煤得烧多些吧 嗯 十三四吨呗 一年 嗯 可见烧 嗯 十三四吨呗 嗯 就是说我想要整个所有的整个这个屋 整体全热 全热 发不清楚 卫生间都热 对 就是那些煤 就是这些煤 对 没钱还买不起 烧煤烧不起 夏天这屋能两块 夏天两块 它举价高 桌是最便宜的一块还是九十块钱 这是低桌 就那一点 这这这一点就两千来块 就这四块桌是不是 对 这四块桌 我能看出来 你这屋确实就是在装的时候确实 什么东西都是好的 都是最好的 嗯 盖几年了 14年盖的 嗯 说句心里话 舍得卖吗 这房子 舍不得卖的关键是 我做不了了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一个人确实挺不起来 这个房子 我一个人领两个小孩 一个三四周岁的人 一个七周岁的人 确实是挺不起来 是 完了 真舍不得卖 听良心说 心目中有个价格 有个价格 给钱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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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数 说吧大家 七八十万吧 说准确的数字 八十万 能再少点吗 那你 你得想 一靠本屯的人的能力 你这房没人能买 这少也掉不了七十万 这少也掉不了七十万 我现在 我现在五十 行吗 现在马上给你点 那行吧 大姐真是敞亮人 我跟姑娘 还不能跟姑娘走 我老妈有病 脑血栓 我爸脑血栓 今年也是今年去世了 我老公去世了 我妈脑出血后一阵 我跟姑娘去青岛 我去不了 好了 这期泰房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 绝对是房主 是吗 房主 你骨子的 绝对是房主 那咱就OK 好看 关注鬼头 带你看东北四层 真是房间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 黑龙郊省哈尔平市的 中北区学院路 那么在我身后呢 有个小区叫丽井花园 那么呢 一提起丽井花园 让我想起来了 鹤岗呢 也有个丽井小区 它的楼架是这边 有一位美女房主 说两份房本 她今天呢 找到鬼头 绝对是房主 是吗 对 房主 你骨子呢 绝对是房主 那咱就OK 这个对面 这是地铁口 这是地铁口 这是几号线呢 2号 现在这地铁口就在这儿了 对 现在已经可以试试买票了 麻烦就好 哎呀 你是几几年来的 18 18年吧 现在就是 向南方去发展 副铁 多少 29楼挺高啊 楼层挺好 所有的里面的面啊等等材都是好 全都是不好的 29楼 一进屋梁往这边来 这是一个阳台 来最近看一下 大客厅是一个通常式的 非常非常长的 然后跟着镜头往前来 然后整个一个客厅 这是属于一个侧卧 然后这是一个洗手边 卧室内带的洗手边 然后从侧卧处上 它这个对面又是一个卧室 它这个卧室也是带着一个大戳 然后呢大家通过这个全景啊 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卧室非常的宽敞 然后从这个卧室处理之后 跟我来 我发现这会有个门这是一个洗手间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洗手间 这是非常够用啊 咱们离开这个洗手间 在这个洗手间的左手边 当然还有一个卧室 这应该是一个儿童房啊 开放式的厨房啊 这原来是有推拉门的 我刚才你真正忘了 153平 153平 整个这个小区大概建于是12、3年左右 是吧 11年 11年 11年都不在 11年 你俩还记不住呢 你忙得多 没有 这小区 行吧 那咱们那个正题到外边去说 所以咱们就这么 好了 跟着我的经历来了 13平 嗯 然后还有一个 我看你拿两个啊 哪个是153平的 这也是153平 我刚才看了一下 装修也是简 为什么来找我 我有介绍 只有你一个网红 你拉长啥网红 不是什么网红 你闹别闹 别开玩笑啊 咱俩说点正题 153平 你在中介挂的呢 挂的就是 12 118 怎么在中介 还挂哪家呢 因为好几个中介嘛 好啊 你这挂好几个中介 就有些中介挂120 有些中介挂118 嗯 那是什么 但是他们对外都是122 他们对外都是122 嗯 那这么的 今天鬼头来了 我这块就不需要那些 没用的 一步到位 就是说出来 你接下来说的那个价格 就是再差一分钱 也不好使 这样的价格 千万别轻易说 你说出来就算说 110万 地下呀 地下 你已经是车位了 对 完了直接可以 可以直接上了 直接上梯 直接上梯啊 赠送的这个是 对 110 加十位 原来还有 那你说你不是中介 我都不相信了 等一小介我走过 我买了 不能忘了吧 13 嗯 这个装修了吗 也是简装 也是简装 出出去的 跟刚才那是一种形象 对 那个是一家 这个比如说 一年都不来两个月 一来都不来 就是一年 它就不来 放在一个月 其实就空着的 几乎就等于空着的 是不是 13楼 反正这个楼层 照那个收为低 这两个房子都是这小区的楼王 你看这个平方就知道 这个房子是小区的楼王 在这个楼王里边住的非富城 都是有钱人 这两个房子都是这小区的楼王 这两个房子都是这小区的楼王 跟刚才那个有点类似 整个这个隔壁屋 整个年车里面都很好 嗯 这个客厅真是够大了 嗯 这个如果买的话都比较 全都够大了 这都带着 都带着 不是 这个冰箱也带着 都带着 都带着 冰包也带着 对 全都带着 这个也赠送车库吗 赠送 这个也还赠送车库 这应该是一个卧室 但是呢 因为这个是租给了一家公司 然后呢 从这个办公室出来 咱们看看洗手间 然后 从洗手间出来 左手边 这儿仍然应该是一个侧卧 新鲜大方 好 主卧呢 这是一个大窗 然后 在我身后啊 主卧呢 有一个卧室内的洗手间 好了 好了 这回咱们要说点干货了 一共是182点 12点 中间挂了几家 嗯 挂了几家 挂多少钱 130多 都有 挂一个多月 两个月吧 因为之前没缴卖 就后来就曾经缴卖 之前就是可卖可不卖 我还是那句话 嗯 一分钱不好使 你应该记住是啥意思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五 你家车一 你在中间挂130是吗 对 不带车位的 啊 挂130他都不带车位的 对 六千八百三一瓶 然后呢 我看你刚才那个房子 然后七千一百八十九 就是七千一百九一瓶 车位 在这种机关价十两个钱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消息再见 滑滑的 真的 就是说你一共得挖出这都得四千块钱吧 对对对 肯定要有四千块钱 然后这房子你卖多钱呢 八千 房子卖多少钱 八千 房子卖八千 房子卖八千 八千 我就想明白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在杭州那边住惯了的人 为什么要到黑龙江这边便宜就可以 为什么想要这样的一个房子 关注鬼头带你看东北四省摘什么房间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苏牙山市的 宝山区 那么目前为止呢 苏牙山市宝山区是全中国房价 最便宜的地方 没有之一 鹤岗跟宝山区相比 小地的级别 这才是真正的大哥 那这里房价是多少呢 据我一天的探访得知 这里房价已经不论平了 论个 七十平左右的房子 八千 只一万二一个 这样的事情 你们相信吗 也是通过粉丝介绍我才得知这里的 接下来呢 我跟我的粉丝见证给你们看 发一个视频 我到他们这里来 就是他给我提供的线索 我说 宝山区这个房子便宜 我跟他给一个视频 我跟他的房子 走来 快走去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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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大分手 我问了呢 我39 你39啊 那你是老弟 你看这个镜头 我现在是录的是视频 行没问题 那你也打声招呼 说点啥 大家好 我也是本师 哈哈哈哈 那个 我现在到咱们宝山区了 对 我要问一下了啊 就是你的房子是什么时候卖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 是12月底下 那房子是六楼 九楼 对 就是你的取暖费到不了庭 必须交 对 一千万块钱 六十平方 你简单的说一下你的卖房经过 我认为你的卖房经过 这个在我这里 我认为是一个传统 人类滑滑的 真的 当初我就觉得这个平房啊 一说拆迁 谁能卖吧 你说平房谁能卖 但是我们都心要楼房 就有卖有不卖了 知道吧 然后咱家就没卖 就留了了 不是吧 分楼吧 是抽号 一抽就是六楼 你这个平房拆迁 你要给 你要给三百块钱拆迁费 把你家房拔了 这边 这个水费是 五百块钱 还有一个六百块钱 是这个 他给你安的 那个马桶的这个磁砖啊 原木位啊 我是不是在找 找个朋友带办的 你那个 交了多少钱 两千两百块钱是有的 然后你还有什么费用 就是你看我找朋友呢 我不能让你摆跑手 人家来回坐车 人家招募工 免费这一千万块钱 这么的你就是支出三千了 肯定会得有四千 就是说你一共 得花出去 都得四千块钱呗 对对对对 肯定有四千块钱 然后这房子你卖多少钱呢 八千 房子卖多少钱 八千 房子卖八千 八千 八千到手七千 八千到手七千 因为那个房子呀 你现在我人也回不去 也过不了货 人家说了 你啥家给我过货 那一千块钱我啥家给你 也没毛病 你说是不是 那一千块钱回到东北 那最后你卖完这一户楼 到手三千块钱 卖了一个六十平方的楼 最后人到手三千块 房子没了卖了 对吧 对 你不交水管费 就不用不早去卖 是不是搁着去呗 但是你不行啊 那个不交水管费 一年一千吗 我五年不回家 一栋楼没了 对呀 一年一千八 你五年之内不能把它卖 你就得欠账了 我明白你 这房子你要是不卖了 过五年之后 你都得拉机会 房子给人家还得拉机会 行 感谢你啊 感谢你提供限索 有机会 咱肯定有机会见面 就是你现在去的威海吧 我当有一天 把东北山城拍完了 我去威海那边拍一下 没事 你上个时候来卖 我就拿我的锅 他给你吃海鸡 喝喝喝喝 你再卖在家 行了 有事随时联系 行 好了 听见了吗 这是我粉丝给大家的见证 有些粉丝会说 这房子谁买呀 有没有需求啊 谁能上这来买呀 我告诉你 就有这样的人 有需求 想在这样的地方买房子 好了 我接下来给我的粉丝发视频 看看 看看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需要 这个粉丝是杭州的 他住在西湖 今天来给他发视频 转成一了 视频也没事 视频我也不用你露脸 那个我不想露我的脸可以 可以 行行行 没问题 我现在在杭州 杭州市西湖市地方班 然后目前住在这儿 但是我这边 我这边房子已经送给别人了 然后现在也没有房子 马上就没地方住了吧 然后就 先去买个盆子嘛 就是便宜一点的 因为现在也没什么存款 嗯 我看了下好像 在东北那一块 好像有我比较合适的地方 嗯 那你的居住是在西湖边上啊 对对西湖边 这边房价挺贵的 大概是十万一个平方吧 大概十万以上嘛 一个平方 那在今天我来这个地方啊 刷牙山市保山区 一平方能换这儿十户啊 你对环境没有什么要求 我好的环境见多了 我在杭州呀 千岛湖你知道吧 就是我们杭州的 西湖你也知道的 嗯 我就想明白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在杭州那边住惯了的人 为什么你会想要到黑洞江这边 这样的一个地方 而且就是环境没要求便宜就可以 为什么想要这样的一个房子 我就是想就是找一个安乐窝 就是说属于自己的那块天地 那在老家没有房子吗 老家的话呢是有的 那我家是在 我是领安人吧 就领安区嘛 杭州领安区跟有病人 老家是有楼房的 因为父母管得很严呢 他会说东东西 我坐不下来的 你知道吗 你今年 冒昧未遇你今年得到就是什么 那个43岁嘛 1978年出生的 我都要怎么说 我父母已经退休了 然后我一个弟弟的 反正在北京工作的 然后呢我现在嘛 就是属于离婚状态 然后凭我目前的收入来看嘛 几千万钱一个月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 不可能在杭州买到房了嘛 是吧 你现在这边物价这么高 就也只能是维持 那个每个月的生活嘛 应该是 如果你要积个五六百万 搞个首付啊 或者是两三百万 搞个首付 然后再去买 再去带个五六百万 那我觉得这辈子 好像也差不多完了吧 也没什么意思 做了也没什么意思 对吧 哎呀 你说的怎么说呢 你的观点我也不敢说赞同 也不敢说不赞同 我也赞中立吧 很多人还是奔大城市去 我当时在北 我当时在北京的 后来我北京我不想混了 然后混到杭州来 我回老家嘛 那没想到现在杭州也被大城市了 那我真的没地方去了 知道吗 我躲来躲去躲你知道吗 你喜欢安静呗 你不是特别想满村上这个房子吗 比如说满城了的情况下 那你们打算上这边来工作呀 粉丝评论最多的一件事就是说 那把野都不能要 去干啥去 没工作怎么活 他们会这么说 我实现在那边放着 就心里有问题 然后或者是 我和杭州我可以过去 那我至少在心里面就是 感觉我也是有房子的人 是吧 我也我也拥有几套房子的人 对吧 我心里上就是说 比我这边的人 我这边的同事 我这边亲戚 他们每个人都五六套 每套房子都五六百万 那我准备他们 那我从数量上 还是跟他们一样的了 是不是啊 只是那个质量上 或者是质量也可能也差不多 就是地段方面也可能不一样 是吧 我心里上也可以找个平衡了 是吧 哥们儿 你那个如果那什么 你这个事呢 包在鬼头谁上了 之前咱们聊过 是不是 对啊 你就是鬼头吗 对啊 鬼头呢 跟粉丝之间 一分钱利益关系没有 对吧 那你有利益关系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因为你帮了我 没事 我觉得完全能接受 我不需要啊 我不需要 因为咱们之前就说过 如果你想说有利益关系 我不会跟你那个 我不会给你打这个 那个电话 知道吧 然后呢 你这个事呢 你心里不是有一份要求吗 这个你心里这份要求 我也明白了 就想在祖国 不管任何一个角落 我能买得起 我想有一个自己落脚的地方 有个家 有一天我不行了 我可以那是我的一个安乐屋 是不是这意思 对就是我的地方 我做祖国就这么简单 还是女话 谢谢你咱们今天的通话 谢谢你 谢谢你 哥们儿 然后你这个事关我身上了 好的好的 那非常感谢你 明天呢 我就开始去实地探访 看看这里的房价 到底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